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诚挚问候 宋涛表示 新年前夕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新年贺词 向海内外中华儿女 致以新年祝福 其中强调 海峡两岸一家亲 忠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 携手并进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扶植 宋涛表示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党 全国 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 勇意前行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宋涛指出 2022年 我们牢牢把握 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团结两岸同胞 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对台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一年来 我们持续向台湾同胞 和国际社会 讲清台湾问题历史经纬 和对台大政方针 引导两岸同胞就两岸关系 和国家统一 开展对话协商 引领两岸关系发展方向 我们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尊重 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 积极推动 两岸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为台胞台企 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助力台商台企 融入新发展格局 参与高质量发展 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 反干涉重大斗争 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势力 谋独挑衅 有效震慑外部势力 以台制华行径 宋涛表示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 我们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 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方针 在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基础上 与台湾各界有识之士 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 开展广泛深入协商 将继续努力 为两岸同胞牟利造福 促进两岸各行业 各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 制度和政策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 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坚决开展 反分裂 反干涉重大斗争 我们坚信 只要两岸同胞 合中共计 同心同行 就一定能够共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美好未来 就一定能够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 台湾媒体1月2号炒作称 根据台防务部门等 发布的资料显示 2022年解放军军机 进入台湾所谓 防空识别区的次数 几乎较前一个年度翻倍 总共派出1727架次 且战斗机和轰炸机 出动次数激增 根据台防务部门 发布的资料显示 2022年解放军总共派出 1727架次军机 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 相较之下 2021年约有960架次 进入台所谓防空识别区 2020年则有380架次 报道还提到 解放军战机架次 从2021年的538架次 暴增到2022年的1241架次 增加了一倍多 据核能力的轰6等轰炸机的 进入架次 也从60架次增至101架次 台媒还在3号的报道中提到 解放军2022年12月31日 至今年元旦上午期间 派15架次军机 飞越所谓海峡中线 进入台西南方向空域 台防务部门的图片还显示 部分大陆战机 直逼桃源新竹外围空域 台空军2号声称 针对解放军军机 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活动情况 台军均能掌握 派遣兵力适切应对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2022年12月24日曾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一如既往 严阵一带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2022年12月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 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 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意陆军大校表示 这是针对当前美台 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 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赖清德 民进党代理党主席陈其迈 陆续抛出所谓和平保台新名词 来替代所谓抗中保台 引发台湾各界质疑 台湾媒体人赵少康痛批绿营 向渣男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则批评蔡英文的所谓抗中保台 造成两岸紧张 1号 马英九出席国民党元旦活动时 再对民进党当局的连岸政策提出批评 蔡政府这六年来 推动抗中保台的政策 造成连岸关系空前的紧张 也导致连岸政策荒腔走板 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这是民进党执政的一大错误 同场活动上 被问及近来民进党开始调整 连岸论述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不忘讽刺 民进党终于觉得 国民党路线才是对的 每天每天喊抗中抗中抗中 让大家陷入一个兵凶战危的 一个危险境当中 他每次都讲一下没有中心思想 我看民进党自己才没有中心思想 变来变去 柯文哲要民进党说清楚 所谓和平保台和抗中保台 到底有什么不同 而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则很酸 民进党知道继续打 所谓抗中保台会再打输 检讨后决定改变诉求 把所谓抗中保台改成和平保台 这就像渣男说 我的爱情很专一一样好笑 我扑的一声笑得出来 和平不是嘴巴讲究和平 对不对 你一面做渣男 你面要女生对你这个爱情专一很忠诚 有这样的事情吗 你赖心得愿意放弃 做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吗 你蔡英文愿意放弃 你迂回台独的路线吗 你不放弃 你光嘴巴讲和平 怎么可能和平吗 这骗人而已吗 赵少康呼吁 民进党要和平 没人会反对 但民进党要和平 就要放弃台独党纲 放弃挑衅大陆 放弃所谓反中仇中 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指出 台湾要重视与国际社会关系 也要与大陆建立良好沟通管道 新北市长侯友宜 并未对蓝绿骂战直接表态 只强调和平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事 认为台湾必须对内团结 凝聚所有力量 更要在全球化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绝对不是强国的棋子 台湾舆论炮轰 民进党败选高喊着检讨 但就怕只是将所谓抗中保台 改个口号 立案能不能走向和平 台湾民众等着看 据台湾媒体2号报道 台行政机构所谓 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推动小组 建议将防务教育 纳入台湾高中以下教材 包括幼儿园都得学辨别炮弹声 对此由蓝英明代怒斥 荒谬可笑 也有家长表示 该教孩子避战 而不是把他们推到战场 蔡英文拍板 台湾地区一五一期延长为一年后 台湾中国时报发现 台行政机构 所谓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推动小组 去年10月31号召开临时会议 要求台教育部门参考安全手册内容 针对高中以下学校定期进行战备演练 该小组多名官员提出多个建议 包含儿童与少年各年龄层 暂时应变与防灾需要 建议应为各年龄层编定适当教材 如为幼龄者标示注音 或使内容更简明 除了使大家辨别警报声以外 建议纳入炮弹声辨别 对此有台湾家长表示 我们该教下一代如何避战 而不是把打仗当成光荣 更不该把下一代推到战场 中国国民党基民代陈以信表示 该会议讨论主题 就是针对学童灌输战争意识 做法好比训练娃娃兵 本末倒置 他说防务教育理应传达和平的重要性 认识战争的残酷 以达避战目的 而非模拟战场 中国国民党基民代李德韦则痛批 搞坏两岸关系 民进党是始作俑者 民进党变本加厉 现在把手伸进幼儿园与小学 令人感叹 今夕是何夕 非常恶劣 可恶 对于有人提议 教幼儿辨别炮弹声 由岛内网友讽刺到 走火入魔 请放过小朋友吧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日前在脸书贴出视频 宣传所谓政绩 而这条视频颇具抖音风格 被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婷嘲讽 民进党嘴上反抖音 但身体很诚实 就连剪辑的软件 也是用抖音旗下的剪映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日前在脸书上贴出 所谓的政绩宣传视频 内容提到 严防非洲猪瘟 斑斑油冷气 平额公路电缆地下化等 都是在他的坚持下推动完成 注意看 这个男人太狠了 上任行政院长第一天 为了挡个小猪瘟 宣布机场行李百分之百要检查 外界注意到 苏贞昌发布的视频 不仅用字潜词文案 全部效仿抖音很火的电影 解说视频风格 就连剪辑软件 也是抖音旗下的剪映 因为旁白人生 是剪映下解说小帅的AI朗读 你说这样很不很 这个男人在全球疫情爆发时 率先宣布口罩停止出口 这段视频 让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发文嘲讽为新年大笑话 民进党嘴上反抖音 但身体很诚实 果然反中是工作 轻中才是生活 侯汉廷讽刺说 苏贞昌的视频旁白 还会卷舌呢 苏贞昌及团队幕僚小编 肯定是抖音爱用者 苏贞昌以行政院的首长的身份 公然的宣传抖音 宣传剪映APP 哇 我如果是抖音 如果是剪映 好高兴 我省下了大笔的宣传费 所以开玩笑的说一句 我们不知道苏贞昌什么时候 还要使用一下小红书呢 侯汉廷在贴文最后表示 好文化 好歌曲 好软件 大家学本是如此简单 民进党一堆傻子 偏要扯政治封杀 莫非理由是 只有自己可以学大陆 别人不准 苏贞昌用抖音梗 简直笑死人了 这说明闲货才是买货人 之前把抖音骂成怎样 就自己用抖音梗 他一面的喊着说 要打击抖音 打击这个认知作战 就一面的自己 反而用认知作战 来认知作战自己 国民党籍前明代蔡正元 针对此事酸讽苏贞昌 刚以安全为由 下令公务员 不得使用抖音平台 自己却使用抖音模组 国民党籍台北市前议员 罗志强二号 也在脸书发文评论此事 他说 注意看 这个男人太狠了 政绩一塌糊涂 选举输到脱库 不满意度破表 过半民意要求下台 但他牙一咬 心一横 坚持不走人 为了官位 笑骂尤人 民怨冲天也不退让 你说这样狠不狠 罗志强批评苏贞昌 为了官位 学抖音耿简视频 吹嘘政绩 自娱于人 骗完神明 再骗人民 2022年 民进党当局税收超征 4500亿元新台币 对于如何使用这笔钱 蔡英文声称 钱要花在刀口上 不过民进党内部 早已为这笔钱炸了锅 都是要是整体的经济局势 我们在做讨论 就像我说的 钱要花在刀口上 多争的税要怎么花成了难题 民进党内部各种声音都有 英系明代管壁林开第一枪 说蔡英文规划的方案 有所谓改革理想和高度远见 然而民众的感受 目前显示的风向 是失落多余体量 同为英系的 明代王美惠也直言 超征税收是事实 农历年关将至 台湾民众很需要还税于民 他呼吁英普发现金 而新潮流派系的何欣纯 也说应该发现金 消费券的部分 还涉及到 它有相关的一些行政的成本 印制成本 发送成本等等 所以我们也建议 发送现金应该是最快 也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会普发 但是将来 到底是印券还是现金 我个人在地方上所听到的 大部分都希望发现金 我们拜托 真的要直接 用还税于民的角度 让人民有感 这才是最重要 呼吁能够听到 我们基层的声音 绿营明代都认为 超征的税收应该还税于民 蓝英人士更是开足火力 炮轰民进党当局 国民党借明代赖石宝痛批 民众听闻有一笔被超收的税 无不引颈盼望 结果民进党当局 把他当作了私房钱 用这笔钱来为错误的政策买单 怎能不让民众跳脚 绿营明代高喊 超征的税款应还税于民 要发现金或者消费券 却在新年第一天遭蔡英文泼了冷水 定调钱要花在刀口上 让台湾民众的期待落空 台媒认为绿营明代本想发红包换选票 却反而引火烧身 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文章指出 岛内每两年就有一次选举 为拉拢选民 选签各种加码 送红包的口号越喊越凶 陈水扁时期拼命加码 老人津贴和老农津贴 等逐步年金化之后 蔡英文又拼命开出消费券 三倍券 五倍券 明目不同 同样都是为了讨好选民 但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败选 他们过去常打的所谓抗中牌 打黑金 抗威权 转型正义牌等全都是零 眼见又要面临2024大选 民进党支持度直直落 绿营政治人物人人自危 只好拿出可以立即拉拢 人心的发红包手段来争取支持 台湾联合报的评论文章认为 民进党在败选检讨报告中 指疫情纾困振兴方案 忽略了基层产业 商家需求和民众感受 事实上 一波波洒币 就是苏贞昌买政绩的最大本事 连选钱都要激发租金补助 收买人心 就怕选民感受不到 然而 这些政策买票作为 既多且乱 各部门九大券到处乱发 还常发不出去 更无从解决小商家关门 小市民失业之苦 类似蠢症 也屡屡建筑台农业部门等 漫无章法的补贴 从斑斑有冷气到斑斑吃食斑 都是口号先行 乱象相随 这些烂症岂能骗得了选民呢 文章指出 绿营漫天带风向的结果 让台湾民众 有了还税渔民的高度期待 民进党当局各部门 还透过放话不断助燃火势 如今蔡英文一句话才想缩手 恐怕台湾民众的怒火 还会进一步烧到明年的选举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 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书里 继续来看新闻 台湾长荣航情公司员工 因不满年终奖金 跟同集团的其他公司落差太大 元旦起集体休假 导致桃源机场地勤工作大乱 长荣集团紧急从高雄 调牌将近50人支援 但还没有化解危机 声援长荣航情公司员工 争取权益休假缺勤 桃源行情也不满津贴超过20年 没调整和资方提的六项诉求 包括调薪4%都没下文 1月6号号召到台交通部门抗议 不排除春节酝酿罢工 原旦当天 长荣航情公司上百人集体休假 航班大乱基层 要求给满三个月的年终 否则不排除春节也可能不出勤 而2号当天 长荣航情仍然有43名员工继续休假 又导致部分航班延迟 内部员工透露 请假人数没变少 是长荣从高雄调派人力支援 危机根本还没有化解 这个礼拜会开大会 那如果大会过后 就可能启动罢工投票程序 那其实很有可能 两个公司在春节一起发生 我今天也是有跟 包括我们的民党局长 还有包括 汤汪空 银包水 董事长都保持联系 也随时在注意状况 虽然长荣行情不赚钱 但是他必须从 那个机场的高度来照顾员工 就怕春节前 机场行情人员真的在罢工 台交通部门主管王国才呼吁 长荣集团要妥善处理 即便行情没赚钱 也要让员工好好过年 而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说 必要时会借助协助 现阶段桃园机场 只能先协调人力支援 长荣内部尽力和员工沟通 避免影响航空运输 据台湾媒体报道 新北市长侯友宜 要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传闻不断 台湾青绿媒体 美丽岛电子报 还做了份民调 在民众对可能参加 2024大选或具有指标性的 政治人物信任度调查中 侯友宜拿下第一 并以70.5点的信任指数 力压赖清德的59.7点 可以腾出一条星光大道 欢迎我们的侯市长 立临现场 在九合一选举结束后 连任新北市长成功的侯友宜 就一直被外界点名 是否要参与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据台湾媒体报道 有传闻称 接棒新北市长补选的人 都有眉目了 就是国民党接民代江启臣 但是传言 很快就被江启臣否认 并强调绝非事实 自己的目标 是放在拼民代连任选举上 但是国民党内的传闻 不止于此 就连侯友宜的副手 也有人点名 可以找人气很高的 台中市长卢秀燕 只要对台湾好 对于人民好 对于各县市好 怎么样的组合 都可以谈 都可以考虑 台湾媒体称 除了侯友宜之外 国民党内想要前进 2024的人也有人在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似乎有意愿 并抛出了梦幻名单 要侯友宜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郭台铭当行政机构负责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却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赵绍事长 赵绍康兄他是媒体人 那媒体人总是会有 很多很多的一些 创造力想象力 外界说他现在目前 现在是在杀猪拔猴 你怎么 我想他不会杀我吧 听到这些问题 还能笑笑以对 但是一听到赵绍康呛说 同舟计划让很多黑金回来 朱立伦笑不出来了 如果有这样的批评的人 请直接点名谁是黑金 2023新年一时 国民党内对于2024大选的 各种传闻就不断 近日台湾一名 已经退役的台军士兵 在社交网络上发文 向朋友炫耀自己 曾经的军旅生活 表示自己在军中 打麻将扑克牌 还戏称是五中队赌场 麻将馆 离谱的行为 引发岛内热议 这名曾在台军服役的士兵 在寝室里拿板凳围棋盘 组成麻将桌 直接席地而坐 打起麻将来 还有人掏出扑克牌 四人围在一起玩牌 南兵还戏称 寝室为五中队赌场 麻将馆 甚至写下 这是他参加过 最好玩的东令营 离谱的画面被发上网后 网友看了直腰头 还引发岛内各界热议 在那个寝室的时候 有时候很无聊 大家就会把那个纸张 稍微撕一撕 然后把那些 扑克牌上面的那个 号码稍微写一写 然后就玩起那个纸牌了 他觉得太无聊 所以他想说 带什么东西去寝室养 然后就带一只脚蛙 训练就是比较安护旧班 然后可能有些都觉得 自己饶鸟了 就可能就找一些 特别的事情来做 据悉 整起事件也是这名 曾在台军服兵役的士兵 在退伍后 在网络上发文 这才曝光 外界质疑 这种行为 是根本没人管 还是操练的不够 他们就是希望 这四个月 你能顺顺的赶快过就好 不要惹太多麻烦 这样也会麻烦到他们自己 对此台军方发出新闻稿 表示该事件的男兵 已在2022年12月29号退伍 相关干部 以未严查内部管理 检讨调离限职 涉案人员 依照营区内赌博罪 含送司法单位法办 对全案引发社会不良观感 深表遗憾与歉意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家吃卤花高油酸花生油了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爱是什么 爱是浓浓甜甜的 爱是想给它很多很多 爱是一个都不能少 赢路把爱带回家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病机直播的海峡舞报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1月2号 对印度尼西亚正式生效 过去的一年来 RCEP的15个成员中 已经有14个实施了RCEP 印尼贸易部长哈桑 此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企业可通过原产地证书 或原产地声明 申请优惠税率 哈桑表示 RCEP将使地区出口货物流动 更加的顺畅 让企业从中受益 他说 RCEP有望通过增加商品 和服务的出口 促进区域供应链发展 减少或消除贸易壁垒 促进该地区技术转让 2022年9月印尼完成了相关核准程序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2022年1月1日生效实施 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俄罗斯股防部发言人 柯纳申科夫1月2号通报说 位于敦涅茨克地区 马克耶夫卡居民点区域内的 俄军临时部署点 遭到乌方打击 至俄方63名军人死亡 柯纳申科夫还表示 俄空天军使用高精度武器 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 和哈尔科夫地区的 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在红利曼方向 俄军打击了乌军第13 和第95空中突击旅 在库皮扬斯克方向 俄军打击了乌军第103 和105领土防卫旅 此外俄军还在扎波罗热地区 记录了数架乌军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 俄军集中力量继续在 巴赫木特 库皮扬斯克 阿夫杰 耶夫卡等方向发动进攻 乌军对俄军防空系统阵地等目标 发动了空袭 并击退了俄方在卢干斯克 和顿涅茨克 数个定居点附近的攻击 此外 乌军防空系统 击落了俄方多架无人机 英国独立报网站 近日报道称 一份民调显示 在英国推出欧盟两年后 近三分之二的英国人 支持就重新加入欧盟举行公投 民调显示 认为应该就再次加入欧盟 举行公投的英国人 占65% 高于一年前的55% 其中有22%的人表示 应该立即举行公投 而反对入盟公投的英国人 从一年前的32%降至目前的24% 此外 有54%的人认为 英国脱欧是错误的决定 高于一年前的46% 有56%的人认为 脱欧是英国经济恶化 高于一年前的44% 而认为脱欧削弱了英国的全球影响力 使英国控制本国边境的能力 更糟的人数上升到50% 2016年6月23号 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民投票 约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 经过漫长谈判 英欧在2020年1月完成脱欧手续 随后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 在2020年底达成 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 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脱欧 从2021年1月1号起 英国退出欧洲单一市场 与欧盟关税同盟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亮眼资讯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家吃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了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 卫视病机直播的海峡舞报 接下来 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2号 伊朗外交部在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 遭美国暗杀三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表示 美国策划并实施的暗杀苏莱曼尼事件 是犯罪行为 是有组织的恐怖行径 此前一天 伊朗外长阿布都拉西洋 接受采访时说 伊朗正通过法律 政治和外交渠道 努力将所有暗杀苏莱曼尼的人 绳之以法 但美国等西方国家 却试图阻挠此案的法律追究程序 2020年1月3号 美国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 发动空袭 杀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等人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号清晨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 捷宁北部的一个村庄 两名巴勒斯坦枪手 在与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交火中葬身 事发时 以色列士兵正在拆除这两个人的住所 原因是这两名枪手去年9月 涉嫌杀死一名以色列军官 以色列国防军向当地媒体表示 在此次行动期间 以色列士兵遭到巴勒斯坦枪手的猛烈围攻 导致冲突升级 以色列军队以驱散遭乱的方式 作出回应 没有以色列士兵在冲突中受伤 近几个月来 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局势持续紧张 当地时间1月2号 巴西球王贝利的灵鹫 被送至桑托斯市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 接受公众调研 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 是他曾长期效力的桑托斯足球俱乐部的主场 在此停留一天后 贝利将抵达自己的长眠之所 距离体育场步行不到一公里的普世纪念公墓 好了 今天的海峡舞报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是管益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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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